台长告诉你们 什么样的人命最好 要学会说三句话的人命是最好的 人活在世界上 要记住没有一件事情是事事如意的 遇到困难和烦恼的时候 要自己学会化解 学三句话 第一句话算了吧 因为算了吧 在生活当中许多事情 经过你的努力 很多的努力你还是没办法达到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 你要学会接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做到一切随缘 只要自己曾经努力过 争取过 其实结果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第二句话要学会说不要紧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要对自己说不要紧的 因为一个人积极乐观的态度是解决和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一步 菩萨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当菩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一切都是因果之中啊 这就是我们华人经常讲天无绝人之路 第三句话叫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不管雨下的多大连续下几天 记住了总会有天晴的时候 佛家讲世上一切都在变化无常之中 我们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坚信自己的信念 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苦救难的 记住了人只要有好心态 就是有好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